你會不會 我幫他點花點 閨魚壽司在轉盤上等待拿取 送成窗口旁 員工竟然拿著黑鞋 在水槽清洗讓顧客直擊 就覺得很差 可能會想要求退廢 而且壽司那種不都是 就是手工去做嗎 洗鞋子跟食物處理的地方 遠一點點 對啊 要不然要去吃的人 就有點怕怕 快點小包水 水槽洗鞋的是知名哈馬壽司 標榜日本最大回轉壽司 來台開店才一年半 對於員工行為哈馬強調 絕無影響食安 但會加強員工訓練 北市衛生局接獲投訴前往稽查 發現包含個人飲料 帶入食品作業區 廚房截油設施 沒有保持整潔 廢棄物沒有妥善分類 事實上有規模的餐廳會將作業區分成內外廠 像是這間海鮮餐廳 連海鮮活體都在外廠處理 更別說在內場洗鞋子 洗鞋當然就下班洗地板的時候 順便洗一洗嘛 也原則上是在外面 盡量不要到裡面來 因為鞋子的東西在地上採來採去 也是蠻髒的 食安應該有高標準 鞋子和壽司同框 即便水槽只是用來洗手 卻已經讓顧客留下深刻印象 這裡是華盛平 張彥晨 台北報導